花莲南区三江镇饱受垃圾处理问题 玉里镇公所有建于现环保局和台泥合作推动的 水泥窑焚化垃圾设置工程 最快还要费时两年时间 而在这个空窗期 镇公所特别争取到3000万元经费补助 进行长粮垃圆埋厂加高工程 镇长蔡秋龙在动土仪式上表示说 延长使用寿命来解决垃圾燃眉之急 玉里镇长蔡秋龙率公所客室主管焚香祭拜 祈求工程平安顺遂 玉里镇长粮垃圾埋厂加高计划工程 也在今天正式动工 长粮垃圾埋厂占地4公顷多 使用超过20年左右早已饱和 垃圾问题也令真公所头疼 即便目前现环保局和台泥合作 推动水泥窑焚化炉建制工程也正如火如荼进行 但最快仍要费时两年的时间才能运作 而在这空窗期垃圾合出去 镇长蔡秋龙就特别向上争取 获得3000万元的经费补助 进行长粮垃圾埋厂的架高工程 延长垃圾厂使用寿命 暂时解决垃圾的燃眉之急 东工以后呢我们可以延续我们垃圾厂掩埋的时间 以配合我们花莲新政府就是的垃圾厂火化 就是在那个花莲水泥厂 因为现在目前都还没完工 所以说这一次的架高计划是在必行 也感谢我们上级长官的支持 垃圾掩埋厂架高工程虽肥质本 但镇长蔡秋龙指出 延长垃圾厂使用的寿命 垃圾问题暂时有解 直到台泥和平水泥窑垃圾厂启动运作后 玉璃镇的垃圾处理问题也能无缝接轨 记者是玉兰玉璃采访报道